红蓝妖姬追小美 快呼 后续 哎呀 这事还有后续呢 合着你们上次都没追上呗 那也行 这次你们都好好表现 陪小美玩开心了 只不定小美就答应你们谁了呢 好 那么游戏玩法人就是走猫猫 点击变换姿势 躲到红色区域内就可以了 先看这一关 是个组合动作 点击红色妖姬 啊 那这是干嘛呢 比心 那 那蓝色妖姬呢 好家伙 红蓝妖姬直接比了个心出来 你们是懂追女孩的呀 那小美肯定是放在爱心中间 说实话 毫无违和感呀 来吧 查港大爷 这么完美的姿势 你肯定是发现 哎 这不对吧 策划 你要不出来解释解释 这红色妖姬动作有问题吗 没有 它藏在红色区域内有问题吗 没有 它这都没问题 是怎么被发现的呀 行啊 我给你个机会 这次就先不嘲讽你了 咱们再来 还是同样的姿势 要是还能发现 那就是你游戏的问题了啊 哎 这个就对了嘛 下一个下一个 啊 薛薇等一等 这 这仨人是准备切猪 收 那咱们接着看啊 红色妖姬变成这样 骑在左边的猪上 蓝色妖姬变成相同的姿势 骑在右边的猪上 最后小美 哎呀 我去 你这笑得还挺开心呀 怪不得颜色战神喜欢你呢 能让她骑在中间的猪上 就能轻松躲过追捕 啊 来看下一个 好家伙 这骑完猪又来骑自行车了呀 来 让我看看又要整什么活 蓝色妖姬变个姿势 啊 这个动作好像是对的 应该是骑在自行车上 然后小美 啊 这个姿势 什么意思啊 放在这儿 最后这个红色妖姬变成 啊 没错没错 变成这样放在后座上 这回肯定是没问题了 好 这一次还是轻松通关啊 咱们接着来 红色妖姬变成撑伞的姿势 然后放在右边 蓝色妖姬变成这样 放在左边 啊 那等会儿 那小美呢 那可没地儿放她了呀 咋整 我去 还能这样玩 那这关咱们的最后一秒 成功偷偷偷偷偷偷 啊 什么 我摆的姿势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怎么就失败了呢 是藏在红色区域内也没问题吧 没有 那兄弟们给你来一顿电影也没问题吧 咋没话了 那我替你说了吧 没有问题 来 兄弟们 拿出你们最得意的电影表情 评论区给我狠狠地嘲讽着策划啊 没有问题的 刚才就是策划故意找茬呢 这不同样的动作再来一遍 就成功通关了 来 咱们直接下一关 哎 是不是感觉很难 是啊 其实很简单 他们仨的姿势只有一种 咱们呀 只要摆到队友的位置上 就能轻松通关 不信你们看 我说的没错吧 来 咱们继续看下一个 还是找到队友的姿势 是 是 啊 啊 什么情况 这红蓝妖姬的动作完全匹配不上呀 啊 莫非有道具 哎呀 就是 把洗发水拖到红蓝妖姬身上 就可以变换姿势 只不过 好像还是不行呀 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是让俩人合体 果然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完美放到红色区域内 然后小美变换个姿势 放到最上面 哎 对了嘛 成功躲过抓捕 怎么样 辉哥这小子是不是还算机灵啊 又来了又来了 要点赞就要 哪来了那么多废话 啊 我有这么明显吗 给我装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啊 麻烦大家给视频来个长点赞 起来推荐吧 另外 小伙伴们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发送药丸 记住这个满屏弹幕特效哟 接着看下一个啊 蓝色妖姬高抬腿的姿势放在这里 红色妖姬劈叉放在中间 最后小美变成烈放在上面 啊 不对不对 这半个脚都落在外面了呀 嗯 黄金切尔西鞋 难道又是 啊 有惊无险 在最后一秒找到方法成功通关 下一个 没猜错的话 应该又要用黄金切尔西了吧 咱们先来找到对用姿势 红色妖姬变成烈 放在最右边 蓝色妖姬的话 变成烈放在左边 然后再利用切尔西鞋 召唤出切尔西开甲 哎 严丝合分 下一位小美 变成烈放在这里 漂亮 成功通过所有关卡 小美小美 今天的表现你也都看到了吧 红蓝妖姬这俩小伙子吧 人都不错 你来说说到底选谁 辉哥 我考虑好了 我选你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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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个事